今天要來分享三個讓長笛聲音更有層次的方法 嗨大家好我是尼尖貓 歡迎來到內空貓富士頻道 很多演奏家在演奏的時候都會希望 他們的音色能夠越豐富越好 就很像我們今天在畫畫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每一個顏色都要有 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手上這些顏色 可以讓我們變出哪些其他的顏色出來 演奏樂器也是一樣的 我們要知道我們有哪些方法 可以讓我們的音色更加的豐富 而這三個方法也是非常適合想要 演奏好古典曲子的人 因為古典這個樂種本來就是一個比較講究和諧的音樂類型 而這三個方法都可以讓你在演奏的時候 聲音更純粹更乾淨 沒有雜質 而且音準 會再更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三個方法是什麼吧 第一個呢 是 臉頰放鬆 我們在吹奏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犯這樣的錯誤 就是我們會過度的去拉動我們的臉頰 去 改變我們的嘴型 想要催出更響亮的聲音 但是 當你的這個臉頰過於用力的時候呢 他就會 就像之前有提到的 他會改變了你整個裡面的口腔 還有這邊 的狀態 所以他反而讓你的聲音失去的彈性 那這裡說的臉頰放鬆呢 並不是只能完全的 不實力 完全的像一攤爛泥一樣的攤著 不是這樣子 而是 我們要能夠適度的 去施力 譬如說我們在吹低音的時候 我們的嘴角就會稍微幫忙一下 去 改變一下我們嘴型的狀態 然後讓氣可以更容易進到 低音裡頭 所以這裡說的放鬆呢 其實是所謂的一種 保有彈性的狀態 也就是呢 你能不能因為 吹的音域不同 而能夠隨時的去做調整 所以你要保持在一定的放鬆的情況下 你才比較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你也可以去多多觀察很多厲害的場地演奏家 其實他們在演奏的時候 臉頰都是保持在一定的放鬆的程度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給大家聽 看看大家能不能聽得出來 臉頰放鬆與否的差別 在唱歌劎中 這次我們就是Piamony 向前針 移動的高度 臉順 還有K 在唱歌的數字 想必大家能夠聽得出很大的差別 像臉頰肌肉比較緊繃呢 它就會讓你口腔 經過你口腔的氣 變得比較有鈴有角 所以它聽起來聲音就很容易甘別 沒有彈性 很像某一種東西被抽掉一樣 就是聽起來會有點生硬的感覺 那你臉頰肌肉維持一個放鬆的狀態 聲音聽起來相對來說就比較有彈性 而且也比較舒服 最明顯的感覺就是你會覺得 音色很明顯聽起來的比較有共鳴 就是因為你臉頰放鬆 你讓你這個口腔裡面有足夠的空間 而且你這個肌肉狀態 它比較柔軟的情形 你的氣經過它也比較可以維持在一個原本的狀態 那還有另外一點呢 就是當你這個臉頰這一塊的肌肉過於緊繃的時候呢 你的音準也會比較偏高 當有些演奏者他比較興奮的時候 音準也會比較偏高 那這一點呢都是我們在演奏的時候要去注意的事情 像是有時候 太緊張啦 也會有一樣的這種情況發生 就是這邊會變得比較容易緊繃 所以當有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就要記得要記得讓這邊放鬆下來 好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在口腔裡面 去送出拋物線的氣 在初學的狀態呢 其實不太會去提到這件事情 因為氣本身就是一個相對比較抽象的運作 所以如果你還是初學者的狀態呢 我會建議你 先把氣息煉到一個相對比較平穩的狀態之後 再來追求這件事情 那所謂拋物線的氣呢 就是將我們原本只是直直送出的氣 變成一個 拋物線的氣 也就是呢 我們這個氣在經過我們口腔的時候 我們讓他 從這個上二的方向 經過之後 做出一個拋物線的形狀之後 再把氣送出來 也就是很像是 你把氣往上拋了 然後送出你的場地 你們一定很好奇 這樣子可以讓 音色上面有什麼改變嗎 我們現在就來直接聽聽看 直直的氣跟拋物線的氣 聽起來有什麼樣的差別 聽聽聽聲音樂 差别有没有非常大 尤其是在高音域的部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人在演奏的时候呢 他声音非常的大非常的 洪亮 但是高音呢很明显的就比较有侵略性 而且比较刺耳 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气呢都是这样 直直的 送出去的关系 因为长笛这个乐器呢本身的特性就是低音比较暗 高音 比较亮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 做这个抛物线的气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 高音 不会那么直接相对来说拥有 比较多的细节 乍听之下 直直的气送出好像音量比较大 但是抛物线的气听起来会相对让人家觉得舒服 而且比较和谐 同时间你的高音也会有更多的细节 你也能够 处理比较多弹性的音色 所以如果你一直很想知道你的高音要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细节 而不是只是 很直接 或是很亮的 吹出来的话 记得使用上这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呢是善用我们的共鸣枪去演奏 因为呢我们长笛呢是 这样子在催奏的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我们要去改变我们声音的 值地靠的是 全部靠的是我们的口腔 或是喉咙的 这一块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 还有 鼻子 这一块 可以去使用 也就是我们鼻子 到额头这一块 的共鸣枪 都是你可以使用的部分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观察长笛加演奏的话 你可能就会发现了他们尤其到吹高音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区块 都会有点微微往上提向这样 的感觉 这就是他们运用到了刚刚有提到的第二点以及这一点 的方式 那我现在呢就来直接示范给大家看看到底有用这个部分的共鸣枪听起来有怎么样的差别 再次演唱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得出来有使用这个笔腔到额头这一块的共鸣腔的声音听起来会比较干净舒服呢 因为使用这个共鸣腔来演奏呢声音会比较纯粹没有杂质而且音准会再更好 而且因为呢我们是用这边的共鸣腔直接的把声音送出去 所以你场地的声音可以相对来说传的比较远 而且当你用这个共鸣腔去演奏高音小声旋律的部分呢 听起来会格外的干净而且舒服 会有一种很细致的感觉 其实就连我们普通的时候在讲话用这个方式这个部分来发声 我们的声音也会听起来的比较干净比较甜美 所以一样的我们用这个区块来演奏长笛也会有这样的好处 那当然除了这个鼻腔啊还有额头这个部分的共鸣腔之外呢 你也可以试看看用喉腔胸腔等等的地方来演奏 你会发现声音的音质听起来都不一样 那你可以好好感觉下这些不同的共鸣腔听起来声音的差别在哪里 那到时候有适合的风格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适时的用这个共鸣腔来演奏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你们很好奇今天的方法可以实际怎么在乐曲里面使用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线上教练课程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要忘了为我的影片按赞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或是实际行动支持我 donate我的频道或是购买我的乐谱 那就这样啦下次见拜拜